我们来看这个礼拜中国大陆所出现的几个气候的状况 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长江流域非常高温的状况 当时呢武汉是高温40度 其他地区都是摄氏37度 而这个礼拜呢就是极端气候马上都传为都转变成为强降雨 那么首先呢先看到是在新疆的部分 在新疆的部分呢新疆的八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徐步地区会高达摄氏40度左右 在南疆的地区是35到40度 而值得注意的是南疆当地有很多地区才刚刚走完了冬天 也就是它还有很多冰雪没有融化 所以很可能会出现溶雪形的洪水 也就是一热一下子太冷然后一下子太热了 而在长江流域的地方呢在江苏梅雨天气很多地方都遭到暴雨 那么他们甚至呢在很多城市里头各个阶级看起来都像瀑布 在重庆爆发了山洪一度围困了上百人 在最重要的一个叫做黑山谷的地方 很多游客被强暴雨包围 而且还写下了死亡笔记最终像逃民一样逃出 觉得是整个南京也迎来了强降雨 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在这个礼拜出现的是强降雨的状况 那么面对全球呢整个气候的变迁 人们最困难的一个思考是我们有什么路可以走 现在再生能源它的效率还不够高 核能受到的反对非常大 那么除了最近的东京电力公司以及日本以及国际能源总署最新的报告 就当时的福岛核灾并不完全是海啸形成 是人为的操作错误 而现代第三代跟第四代的新的核能电厂 已经没有使用人为的操作 就是因为发现从车诺比到三里岛 到这次的福岛几乎都是因为人为太紧张了 所以现在几乎都是自动启动机制 那么这个情况里头很多国家又开始面对全球暖化的问题 面临很大的困难 再生能源没有办法立刻的提高效率 而烧煤炭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 欧巴马已经直接的向煤宣战 Wordbank世界银行也是如此 而核能电厂呢你愿意接受吗 恐怕你也不怎么愿意接受 因为核能电厂它除了核灾之外 还有核废料的问题 最近相当引发争议的 但是也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发展 芬兰决定把核废料放到地底层 这是一个穿过五公里的隧道 在芬兰的一个地底下 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地道群里头 错综复杂 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荷兰决定做全世界第一桩的重大的创举 就是把核废料埋在地底下 进入巨大的闸门 穿过五公里长的隧道 我们进入了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 在芬兰西南部奥勒基鲁奥多岛的地底下 有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地道群 错综复杂 伸手不见五指 不到40名的工作人员 隐身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中 处理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棘手的问题 高阶核废料的掩埋 全世界有41个国家使用核能 当大家对高阶核废料的终极处理 还在争论不休 像芬兰这么有信心的还真不多 看看各先进国家的进度 法国的核能技术领先全球 政府已经预定永久掩埋地 预计在2025年启用 德国政府也选定了核废料终极处置所 在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发生后 目前已经暂缓这项计划 美国政府原本有意在内华达州 人烟稀少的地方掩埋核废料 但这项计划已经遭到了欧巴马政府暂缓 至于用电最凶 人口最稠密的日本 也有意仿效其他国家建构永久核废料储存厂 但地点时迟无法定案 全球第一个高阶核废料储存厂 被命名为昂加洛 在芬兰文的意思就是藏匿的洞穴 如同专家所说 全国七个核子反应炉的废弃燃料棒 曾提供源源不竭的电力 最终都会被集中到这里 被小心翼翼的封存 这些铜铁混合金属制成的大管子 是放置燃料棒的容器 厚实坚固而且防腐 工作团队还在日以继业赶攻进行爆破 持续延伸放置场的面积 选定这里是因为看上坚硬的岩石层 还有十亿年来从未发生火山活动 或者地震的良好记录 核废料以黏土密封 沉入深达地下五公尺的水底 水可以有助防止辐射外泄 放置场预计会在2120年 也就是100年后达到使用宝盒 届时整个地道洞口 都会被混凝土完全封死 近代辐射逐渐衰退 预计时间十万年 放置场的设计是要永久使用 期限长达数十万年 超过人类文明 甚至可以持续到下一个冰河时期来临 邻近储存厂的是静谧的树林 偶有野生动物的足迹 所在地 欧拉约基镇只有6000人 当地居民十分友善 并不反对核废料掩埋计划 因为这会创造就业机会 电厂贡献的税 占整个小镇的财政收入30%以上 为当地创造了不少财富 尽管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环保学家 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随着芬兰核电厂产生更多核废料 对终极处置厂的需求 势必也会日益迫切 未来这里一旦完成 将不会配置任何保全措施 因为根本不会有人想要接近 这是第一次在人生的历史 我们在发生一些事 以至少3000年代的影响 你可以说 核兵的能力是人技术的技术 它是在我们的知识 同时 分兰核废料有了最后的安息所 象征核能开发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 人类过去完全缺乏这样的经验 十万年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死亡时刻 只能说 未来的子孙 祝你们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